原命会的长官,各位在场政府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可不可以请陈主委答题? 好,主委 丁委员好 陈主委你好,陈主委,我们看到今天检委员,黄委员,政委员,孔委员,苏委员,高金委员,还有本席,包括本席,共同联署,有这样子的一个提案 当然我们当初最主要的考量确实是因为台湾因为地形,大部分是高山,丘陵,台地,平原这样子,而且落差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也长期的受到三种以上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造成地震台风都非常频繁土石流,崩塌,山崩这种情形非常严重 所以政府是投入大量的金钱,从此于森林的永续的经营,森林多目标的利用,还有国土保安这方面的情形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原住民委员,他们关心他们的选区,他们的保留地 那么主要因为在这些推广造林,全民造林为主要的目的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保留地的空间事实上被充分的限制了 那也影响到他们的经济 那本期在这边就要多了解一下,就是就你们全盘的这个了解 那像我看到这个条文的第六条里面,第六条里面规定 说这个第一年,这个每公顷新台币12万 第二年到第六年,每公顷新台币10万 那这样子,前六年大概就已经是62万了 那第七年到禁阀,解除中止的时候,每公顷新台币8万 那我想请问一下,通常这个禁阀解除中止啊,要多少年 原来是20年,规定是20年,平地造林,三地造林都是20年 我觉得20年以后就可以开罚利用了,就可以砍罚了 那现在你们是这个,是要禁止它砍罚吗,对不对 对,限制 限制 限制,那这个限制到,我这边请问嘛,那现在是要多久吗 第七年到禁阀解除中止的时候,那是要多久,世界 那多少年 就没有期限了 要看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在敏感地区的话,它就是一直 限制它去采罚 那这种敏感地区占全部的这个 原住民的保留地的占多少百分比 现在大概四万 一半 四万公顷左右 不分原住民或者是我们这个,呃,国有林,私有林 就是四万 全部全部的敏感地区 就是河川旁边一百五十公尺 四万公尺 对 那这样的话你们预期这样子 如果以现在的预算以八万来算的话 那长期的这四万公顷都全面都 都都都禁止采罚的话 那每年就等于是要八万块钱吗 那三十二亿啊 一年要三十二亿 对对对 针对我们那个要报清真怨的 那就要三十二亿 对对对 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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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一直延续下去 将来一直延续 对 那你们自己的案子现在是 多少钱 我们现在是两万块 你们现在是两万块 可是你们希望是说 今后你们又有一个相关的计划 正在调整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以后报清这边的 这个赵宁的奖励金啊 就是每公顷 二十年每公顷 五十三万提高到六十万 就是 对不对 六十万已经 九十五万 现在已经六十万了 六十万要提高到九十五万 对对 对不对 那九十五万的话就是 就是二十年 一次给 那奖励金 奖励金 就二十年就这么多 对 就这么多 那以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二十年 是九十五万 那如果以现在这样来讲的话 这个二十年 那 那就不止了 不止 对不对 何况你看 你前面赵宁的成本 第一年十二万 前五年 各 这个第二年到第六年 是各十万 那就五十万 那就是六十二万 再加上后面每年要八万 对不对 一百 那 那这样子的话 八万再乘以 敏感地区的话 是永久的保存 对啊 不会 还不准许他 对 那那这个金配是 很大 政府有这个 这个金配吗 还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期之下 我们是觉得啊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 可能要 要有个平衡点 是 我想请问 像这样子一公顷的赵宁啊 如果 我们就拿二十年来讲的话 拿原来二十年来讲 一公顷的赵宁 现在你们一公请赵宁 结果赵宁以后 就算是 选许他再采伐 然后再重新的再赵宁嘛 那有这样制度吗 那这样的话也不是也不好吗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遇到 三地的应该快了 三地的好像是 八十五年开始 一百零五年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平地的还没有 这也被人家批评 所以你们 对 没错 坎白救灵区造新的灵 然后造新的灵师 这个是要检讨 我们有个奖励造灵师 才要检讨 对不对 那你这样 结果白花了钱 前面你看 对 如果以这样子标准来讲的话 十二万再加五十万 前面六年 你现在种小林木 前面六年就花了六十 六十二万 效果也有限 对 干脆就保持下 刚才就一直保存 那一直保存的话 那就是 就以后面八万块来算嘛 所以你就以八万来算算嘛 那这样每年就是要 三十二亿 以你们讲的敏感地区的 还不包括现在所有原住民 所有的六点八 八万公顷 八万就没有 如果加上那个的话 金额非常庞大 大概要到八十亿左右 一年八十亿 对 一年八十亿 这是相当大的 那我想请问 以原住民家户啊 这个 所拥有的这个 灵地啊 保留地里面灵地 大概每家每户多少 平均才零点五公顷 平均零点五公顷 就是石油林的部分 对 跟那个委员报告 大概是 因为面积是按照你那个 人口是来来来计算的 我们是 大概是 像我们是 农地的话是 0.8 0.8 寒地的是 1.6 这样的 1.6公顷 不是 那如果3地了 很多3地 零地了 因为跟委员报告 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在 保留地里面的 一领地 大概有17万多公顷啊 17万多公顷 如果是 拿到这个 进 这个进化 这个部分 大概是有 8万 8万多公顷左右了 那平均加户是多少 平均加户 大概 大概是 0.5公顷左右了 平均加户才0.5公顷 是是是 所以这个 0.5公顷 这样算起来的话 每家每户补助 这个事实上 如果90万 也只有 每个月才领 两千多块 对啊 也两千多块钱 这个也并不多 如果对于人都没照顾的话 是不是政府也考量一下 对 好吧 谢谢